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他不能关心 但是他没花可以继续转化牌 然后的话 连环月的生存能力更强大 这是我的意见啊 当然你们喜欢别的 比如你们喜欢什么田锋攀凤五 对吧 这也没问题啊 我是一个朋友 人家就什么都没有五节 就攀凤五节 怎么了 你有什么不服的 好 最终我选择了黄云英旁统 本局比赛 三号位 杀杀逃久啊 这牌想换就换 不换就拉倒啊 反正对吧 这边初牌阶段有技能 如果没有核大后的话 那就是那什么啊 对吧 嗯 技灵小胖 你拿个无限啊 毕竟是黄云英嘛 而且无限是一张万能的牌啊 万键我也不拿 我也没想出来啊 六号位拿了万键 顺手天阳顺下甲 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顺下甲 按着的时候 明白吗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暴躁老哥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暴躁老哥 对不对 尤其是路人 你知道谁是谁 啊 虽然说被打的概率 呃 比如说有30% 那那你遇到这30%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比如说现在这样 那这个人为什么打他呢 还不是因为他顺了他 当然了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看懂了毒条 但我觉得更可能是顺了吧 路人真能看懂毒条吗 嗯 好了 他们打他们的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 即便那边是刘善 我也不会去帮他 嗯 好 这边刘沙团无懈啊 保自己就是自己不掉血什么的啊 就行 AOE不掉血就行 那边一会儿要防万键 说不定还有难满啥的 好 这边来顺 他竟然没有顺我的刀啊 然后是因为觉得我比较低调嘛 然后顺完了再看一眼 贾许表示啊 习惯性的不许一个人独享啊 让全场独享 好的 贾许出来了 看他会不会惹事啊 好的 他并没有惹事 还挂了个无六剑啊 表示希望能有队友出来配合啊 好像对四号位 这个看他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敌意啊 好 这边超级大攻击 你要干啥 武中生有 宜代劳 他拿了个万键 看他会不会放吧 好 没放万键 放了个南蛮 他刚才五五拿了万键嘛 手牌没一出 五五我的可能性比较低吧 看他万键放不放 他万键如果不放的话 有可能是群雄啊 因为贾许他不怕南蛮 但是他比较怕万键 因为万键的话 一旦暴露他没闪 或者他出了闪 对露出破定来说 对贾许都不是非常好啊 疑似群雄吧 只要说 当然这个东西 只能说疑似 这个还不能说绝对 还得去搜索别的线索啊 好 这边宜代劳 这个一号位也被打成狗啊 一号位被打成狗 这边地狱不完魂 他也杀 两只狗小炮 然后还要打死人家 首先肯定飞鼠了 这边补刀也不太像吴 那就只能是卫裙了 好 打死 小胖子没有庞统 只能再见了 就不要管他了 没有意义啊 管他只会跟他一起下水啊 好 他爸爸是刘备 也救不了他了 他爸爸是谁 也救不了他了 真正的爸爸 他的爸爸是我 只有我能带他躺赢 是不是 你说人家对吧 死了啊 换个房 继续爽 我还得在这辛苦 我带他赢 人家这种赢的姿势 多爽啊 为什么说会赢呢 因为有我在 他这个人来顺 不要无懈 他就顺个刀 就愿意顺顺吧 没什么意义 我原来这日 找对面的那种 没跳身份的看一眼 这个七号是隐藏的 比较深的 没跳身份的 结果看到一个孙笨 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现在绿瓶狗很多的 说不定就藏着很多绿瓶吧 也说不定是这个大群雄 这局 这局的给我的感觉 就是要么大绿瓶 要么大群雄 好 贾许好像一副 与世无争的样子 隐居起来了 表示你们打的在这火朝 连跟我一副关系没有 好 又扔万剑啊 他就压根没想放万剑 这个人是 就是不想打贾许呢 还是怕张角呢 你有狮子也不怎么怕张角啊 比较 还是那句话 还是疑似群雄 你看 看来接下来出牌 好 这边弃杀过 战争什么时候才会爆发呢 目前还没有这个意思啊 没有一点点硝烟的意味啊 这里红乐 红乐我不想扔 红乐我决定虚报一下 因为毕竟对吧 有人放过一个男板了吗 红乐虚报一下 说不定一会大群雄要搞事情 咱们就把那个贾许乐住 是不是 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人打搞 加许也是 真的是 找不到队友的样子 换个麒麟共 就是说和平的日子 和平的日子真美好 然后瞬间这个人就打他脸了 就是说不许和平 就跑来捅我 哎呦 听这个人 很大可能是卫裙了 跑来捅我一刀 那我对乐不四处留着 就只能准备给你了 兄弟啊 逛个家一马 这敌人有点多啊 就对面三个人 全是我的敌人 太可怕了 然后这边这个人 并没有跑来这个杀我 他可能觉得我要动了 怕我报复啊 就没有盲目的来搞 他说拿A开团啊 那我这边肯定乐住你啊 对吧 肯定乐住你啊 准备的乐就留给你了 兄弟 希望谁能搞掉他一群 让他舒服一下 是不是啊 被乐住 对不对 我还有个无限啊 南蛮入侵 断杀断杀 好 真的断杀了 当然假许这里放南蛮 其实不太好吧 你既然也不想动 你就虚报南蛮吗 你毕竟是假许 放吧 有梅花沙 要庞桶嘛 就是留梅花 多留梅花 终究没坏处啊 好 成功掉许了 nice 怎么添度了 不nice 一点也不nice 过分了 哎呦 这要不添度 给他乐住多好啊 但他放南蛮没啥 这边又没摸到啥 哎呦 估计摸到了 还会自己砍我 把我砍尽眼了 我就是肯定出来干你了 是不是 这边孙笨 他摸不清头脑 他应该不会去乱动的 这边这个 卫群 还有没有兴趣来搞 好 他突然之间又往那边发难了 那他往那边发难 说实话让我感觉他有点像魏了 因为他一直在怼着三血不卖的怼 然后呢 他如果是群的话 不太可能去怼 是四对假许 挨着假许 他对假许没有什么敌意动作 他这时候去怼 可能就出于这个四对 他没有敌意动作 我只能说魏国的可能性大增了 不能说绝对 也有可能他是群 他就觉得 反正有人残血了 就先搞 这边他来看 不想让你看 不知道你是什么 但我也不想让你看 是不是 不服就拿刀来试 三丈梅花还行 虽然没有这个 哎哎哎 鲁大师被揍了 一血出来了 虽然没有非严实累积 但三丈梅花也不错 哎 鲁大师觉得这边 你们大卫大群 来搞我 我被搞到一血了 我要找桃子出来搞你们 反手一搞 给乐住 可以 耗施给我吧 我毕竟我是三血不卖 我又不跳 对吧 对他来说 给我的风险是最小的 对吧 我三血不卖 然后我也没 没有跳 反而打的是那边 跳的一次群的人 乐的 就没有问题啊 解来就看后续了 看贾许对这个鲁肃出来 又又又做何感想 他好像表示不做什么感想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借我这边出来个吴国 好吧 这个岛人竟然是个吴国 吴国放南蛮 不放万念 反正也不知道他什么的思路 你要不都别放啊 你刚时手牌又不易出 要不你就都放 好 他突然之间一看鲁肃出来 非常的激昂啊 激昂也出来了 他绿皮瞬间开团 贾许一脸懵逼 贾许说 说好了不打我呢 怎么突然之间都来揍我们 这个至此简直就没发过了 我可能一会儿要一打一骗了 能不能打得过呢 我也不知道啊 很虚啊 但是鲁肃资助了两张神牌 一张藤甲 一张火攻啊 当然从他的眼里 他可能觉得藤甲也是没有什么东西 没没什么用的东西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藤甲确实没有 这个背歌就非常的差劲了 但他觉得他要死了 不背白不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藤甲确实是没有用的 也没什么错啊 对于鲁肃 就恰好我就是个旁统 好这边乐住啊 乐前不乐后 而且鲁肃都耗施给我了 他还怎么好意思给我 乐我呢 而且我还看过他 我也没打过他了 对不对 聊神出来了 好乐住二号 看看二号是什么 二号如果是无 那我就只能自己来了 二号如果 哎呦 这边结束阶段有技能 还是有周蔡是不是啊 二张啊 不是气牌阶段有技能 气牌阶段有技能 这吕蒙有可能是周蔡啊 看起来这个样子 好这边果然是出来一个绿瓶的 那接下来我的任务 就是要一灭四了 没没什么话说了 接下来就是考验 你的排序的问题了 这里首先呢 藤甲连藤藤甲挂起来 火工自己把他们连起来 这个是肯定要做的 这里顺什么呢 原来鲁肃没得顺啊 这边这个也没什么顺的啊 这边这里这里就就是 在大家劣势的情况下 你需要更多的过牌 尽量就是能过到后面的牌 这里我觉得顺狮子比较好 狮子第一是梅花 第二你有可能 一会儿要打吕蒙 而且你顺了狮子 怎么都不都是不亏的 他终于可以再换一张牌 你顺别人手牌吧 他们手牌虽然说是有桃 但是你也有可能顺不到桃 顺个闪啥了 就没啥用了 顺了狮子是最猴地啊 点起来 当然了 这里我认为的击杀顺序是 优先击杀孙奔和鲁肃 然后是孙坚 最后是吕蒙 第一吕蒙状态比较好 第二吕蒙有可能是周太 所以我并没有就是选择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并没有 我只剩一两张梅花 我这两张梅花并没有选择去单连吕蒙 因为我觉得 就是单连吕蒙血亏啊 我更希望就是保证 我一定能击杀掉鲁肃 孙奔 然后从而达到过更多的牌 而我需要 而我需要有属性杀 需要更多的铁肃去打他们 吕蒙的话最后再说了 所以这里我并没有去浪费一张梅花 去单连吕蒙啊 这跟大家说清楚啊 这桃子是最没用的牌 扔掉 别不舍得桃子 就是桃子是最没用的牌 因为你一旦收了人头 桃子什么都会源源不断来 你打不死 他们才是最可怕的 一定留下这几张梅花牌 还有这里属性杀 你要知道留什么 对吧 好 这里那边有个珠莲 对吧 至少还有一个桃 好 这里没打死 就继续换牌 打死的话 就酌情再看掏距离 或者是把他们连起来 怎么打 这里梅花我没有提前重铸 就是 当然打是打不死的 就是接着你再重铸去过牌 结果再过到一代牢 这里你看啊 过到一代牢以后 再过牌以后 这个藤家已经没有用了 然后扔掉 扔掉的话 把这张雷沙扔掉 全留梅花过位置牌 第一我现在没有距离 第二 梅花牌更好啊 我可以过到更多的技能啊 对不对 就非常的舒服啊 这支支笔看一下 这个孙间的手牌吧 看来有几个桃 一个桃 一个桃 一杀两闪 一个桃 一杀两闪 啊 行吧 无所谓了 回炉再造 变废为宝 当然这里你先重铸 先放南蛮都可以吧 因为这里你先放南蛮 肯定是打不死的 孙间这里一个桃 孙侧一个珠连 鲁素和孙侧肯定是死不了的 你一会还得去重铸 找牌的 当然就是先放南蛮 把他们桃炸出来 然后再决定怎么打啊 这里就是你 每一步都不能错啊 一张牌都不能 真的是不能浪费掉啊 好 南蛮射出去啊 嗯 张老有啥有出啥 没啥估计 他也不太会刚我 刚我就刚我 也无所谓 我就吃个桃 铁锁连环 好 这里由于这是真铁锁 那就连 重点击杀他俩 然后又来了个无中生友 继续无中生友 外面没有那个 外面没有那个啥 没有那个武器啊 这里借刀的话 那个你可以借孙奔的刀 也可以借孙剑刀 孙剑兽也是两个闪啊 都可以啊 顺手牵羊 借了孙奔的刀 因为你这里是非常需要刀的 你借吕蒙的刀的话 是不一定能借刀的 借吕蒙的刀 反正是都弄过来啊 顺了手牌 顺了手牌 再借他的刀 就比较稳了 梅花还是要省着用啊 不要乱用啊 当然这里你要去打孙奸 就是下孙奸的血了 就顺便把吕蒙连上了 你看我一直并没有把吕蒙 作为重点击杀目标 不会去浪费每一张梅花 你这每一张梅花都非常重要啊 当然这里正好 他是个孙奔 你知道吗 他要不是孙奔啊 我这里就是挂刀火杀 他是最好的 然后再去火攻 他正好是个孙奔 那就火攻那个谁吧 一会再说 还是要留梅花啊 一定要再留一张梅花 因为那个孙奸 你去杀是打不动的 就是你直接杀他是打不动 你要通过去连起来 触发铁锁 从而打动 你看其实梅花还是挺难找的 收了这么多牌 就只收到一张梅花啊 好 这也成功了收掉 然后还来张过拆 正好把吕蒙那张闪拆掉 然后再连起来 用那张梅花 把那个孙奸和那个吕蒙连起来 然后正好是张火杀 对吧 带走 带走孙奸 吕蒙是不是周泰不用管他 对吧 他就是最后 所以说就是你 你要明白你的击杀目标 你看就是我每一张牌都没有浪费 任何一张牌都没有浪费 好了 这里马上进敖战了 对于我来说 这个梅花我并没有想到重铸 我觉得把他俩连起来 然后兵住 下回合一起打击杀了 张辽我也不会放过 之前那 之前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惦记张辽 说把吕蒙和张辽连起来 什么一起收了 因为你并不能保证后面的牌 一定能打死我 你要尽量的去省梅花 去就是把吴国打死 还是王道 张辽就是肯定就是小意思了 不用管他 对不对 你可能有朋友会马破炮说了 我要不说就是马破炮说 你当时可以把吕蒙和张辽连起来 什么什么的 你要知道你 你不过更多的牌 你连吴国能保证打死都不一定能保证打死 你那时候要保证过更多的牌 对不对 一张牌都不能浪费掉 这里兵住 对吧 然后就过了 对吧 下回合一起打击杀 甭管吕蒙是不是周泰 反正我准备先杀张辽了 对吧 杀了张辽 你吕蒙爱是啥是啥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你还量不量 对吧 反正他被冰了 你吗 你是周泰你肯定会卖血 你不是周泰呢 你就对吧 你挂着鸡 挂我合适 张辽 当然我这里没有留两个闪 一个杀 我是 其实我是不太想让张辽偷到闪闪的 所以那么留的 这样可能会被他砍一刀 如果我是一条命 我可能就稳一点留闪了 那我两条命不虚啊 所以就随便跟他们来 这里我并没有去试吕蒙 而选择顺张辽 要去击杀张辽了 对吧 好 这个吕蒙也表示张辽死了 他不能打了 开始去保护张辽了 一笔之道 还尸笔身 好 所以之前连的铁锁也是起到的作用啊 这边杀吕蒙 你看就是 我用的每一张牌 你们经常说牌区啊 或者是什么思路啊 你会看到这样是不是 就非常完美啊 老板你还杀不死张辽 张辽有闪啊 将戴斗跟那个吕蒙单挑嘛 单挑吕蒙的话 不俩条命吗 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随便搞一搞 随便娱乐娱乐啊 但是好像爆发过以后 开始基本了 正常正常 鸡韬物六啊 总能让你 谁能总让你那么爽呢 是不是 好 开始基本了 为了下一轮爆发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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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过拆桥 拆手牌 重铸 重铸 再过拆 这也来了顺手了 所以我就拆了他的刀 顺了他的马 这样稳 稳得一逼 根据你手里来什么牌来决定了 如果没有顺手 我可能会去拆手牌干他了 然后他这也直接死了 这局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学到真的 这个很多这个细节啊 你这出牌真的是 能在短短的10秒钟 或者15秒钟 能够想到那么多出牌细节 对不对 你看老有朋友说 这个观众朋友发的路上不精彩 那你不就去 还是那句话 你去看我直播 咱们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是我打的 这局呢 给大家讲讲一个思路的问题 所以选将的话 好像我都不是很喜欢 那都不是很喜欢 那就只能这个 陈武娃配四绝 配二昌就蛋疼了 你就画脱独菜吧 其实我很少选画脱的 但是没办法了 这个局将面被逼的 只能选画脱了 这边哭什么 你们几个人哭什么呀 你们难道预感到了 你们未来不幸的消息吗 一号位啊 可以刷刷防具啊 有个狮子还不错啊 狮子对于蔡文基来说 是很不错的东西啊 我就要了 而且狮子前期 其实是容易降嘲讽的 虽然说挡不了什么伤害 但是别人一般看见狮子 挡个狮子他又拆了 他表示你方便我 一会雷击啊 这导人 我想骂他 教主也这么明目张胆 好 这个说人家姓吕 这支笔 真骑马与砍杀 我真的是 头大呀 这个队友 砍就砍吧 也不无双 好 砍一个胃过 打吧 常规性打胃 好 又看了我一眼 我求求你 我只求求你 别暴露我 行吧 你愿意干嘛 干嘛 跟我没关系啊 求求你 别暴露我 朋友 我还怕 然而徐处表示 我要重一点 司马仪说 你下次重一点 我也要重一点 好 三百回合 打战三百回合 诸葛连弩 简一估计是没什么杀吧 或者是不想杀别人 我不知道 反正打仗脚 好像是没什么杀的样子 好东西丢了 真机表示 我想要连弩 哎哟 你想要连弩 那你有顺吗 你有戒刀吗 好 大笑三百回合 杀挺多 都打一杀 要不然他估计 就头子也顶着上了 别人他也没想杀 好 收下你的膝盖 收下你的膝盖 你觉得要死人了 来吧 顺小千阳 鸦哈 瞪暗 出来吧 大魏国开团了 哎呦 难受啊 这个六不像魏吧 三个魏开团了 他也打脱管 对不对 他不是洗洋洋了 是吧 那都出来了 好像听见我说话了 甭管怎么样 先标着一会 他是魏他就出来了 无所谓 这个当真机手短 打不到人 看似很凶 他打不到人 弱得一匹 好 这个当下是直接偷下家和张角 没什么问题 拆光光 国战不杀位 不如洗洗睡 是吗 吕布也不开 你跟堂堂的吕布 就绝对不过他 真的是废柴 你不开 逗我 就知道筹位是吧 别的不知道 老黄中出来了 邪索连环 老黄中可能要来一记狠的了 就这 一点也不狠 连猎弓都没出发 弱爆的 咋玩意儿 那你把张角收了 我这里不要救张角 让他收了 哎 出来恐龙了 那我更不会救了 第一呢 张角没什么用了 废柴一个 乱打 第二呢 这个恐龙出来了 他有可能是袁绍 对不对 万一是袁绍呢 给他个机会啊 这里不出来 不救了 哎 他怎么给我 哦 我知道了 他哦 那我明白了 那他肯定是袁绍了 他都不给张角打无限 给我打 也就是说 他是希望 就是保别的人 就甭管我是什么吧 他是更希望保别的别的人 第一呢 就是 防一手我是逃批吧 万一我是逃批呢 第二呢 有可能就是觉得 如果不是逃批的话 就保一下 然后去设位去 要不然他 应该是保障点的 那这样就是明白了 把 让他收 让他收 我估计 八成是袁绍了 他这个操作 要不然路人 一般是会去救队友的 保队友的 而且他亮了 最主要的 黄盖也亮了 请鞭吃我爸 鞭吃你爸干什么 也啥也 哪来的那么多 哪来的那么多 卫国 好 干位 乐住 啥谁 啥灯案 啥灯案可以 爽啊 如果他是袁绍的话 还真的有机会 再砍 再砍一刀 为我逃的还是有的 不能一点存货没有 恐龙看你的了 就是大嘴 对吧 就是放弃这个张角 是正确的选择 咱们不要就是说 他给我打个无蟹 我一根筋 非要去救张角 傻的吧 好 看他能不能射死位 你射不死位 我就出来 能射死固然最好啊 当然那边 黄盖有个八卦阵 也挺烦的 这边各种 下次重一点啊 美国看着排少 但是都是好货啊 哎 姊妹森 没死 最后一个好啊 撑住啊 不好意思 还有我呢 他还有功夫改甜呢 快死了 还改甜呢 改吧 好了 你来 那这有可能 要先亮毒菜啊 不要先亮化妥 因为有恐龙 你一会儿 有可能摸到AOE啥的 要先用 先用 是不是 嗯 这个牌啥也没有啊 没有呢 就杀一刀了 木有就杀一刀 司马 因为没桃了 不用先吃桃 求桃 求到张辽了 杀一刀 带走 然后再决定怎么打 看看后续的牌怎么打 也不用先去招 招 招集招这个 你不要先招集去招这个 吴国和蜀国 就暴露自己狼子野心了 真机之后一张牌 肯定不是桃 然后你看这不是收到万剑了吗 收到万剑 你再放万剑 恐龙也不用掉血 对不对 多好 不用着急去拆 你即便现在拆了他的八卦阵 又能怎么样 他又出个闪 而且他又摸一张 你想拆一会儿再拆 都不是事 保证恐龙别掉血 才是王道 恐龙不掉血 可比的啥都重要 掉了血就很容易死 是不是 这不一发万剑吗 对不对 收掉 美滋滋 接下来这两个黄中堂个将 黄盖堂个将 两个老黄老头 还不是好对付的 你看 不是也照样判黑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他有闪的 接下来咱们再去拆 对吧 他们也不知道有画图 这边再去拆 就OK了 换一拿位置排 这里的话 桃源就不开了 因为我们要无险 桃源开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转 我有画图 就这样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又出来个黄中肋炎 我的天哪 这些人的输出都太猛了吧 老哥们 我的天哪 瞬间吸满 我的天哪 炸裂 虽然死是死不了 但是很麻烦 非常的麻烦 他就吸满了 太可怕 可怕的一一 好 这里Gay叔估计是要弄死我了 八成 Gay叔八成是要弄死我了 好 这里关键性了 杀我 拆了我一张 好 他能出两张杀 注意啊 这里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们 你们肯定 哎 闪啊 习惯性的 一出杀 我闪啊 就啊 我为什么要死呢 但是你要明白 他现在只出了一张杀 如果你闪了 你还得再挨一刀 你挨的这一刀是替谁挨的 你要知道 替黄中 来的 因为我 如果一旦死了 这不 袁绍恐龙都没牌了 他他觉得最可怕的是个黄中 魏严 他下一刀会砍黄中 魏严 所以他既然要收 就让他收 你要就是就是这里最最关键点 就是你要明白你 你不死是在替谁扛刀 对不对 当然了 有个朋友说了 就算你死了 他还继续砍杀 怎么办 那砍杀就输 如果说我死了 他还继续砍杀 也就是说他铁定不让群雄赢了 即便我早死 就是多扛一下 少扛一下 他都不会让群雄赢了 对不对 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按正常的打牌的话 他一定会去砍黄中了 他除非就不想让你赢了 那你怎么都没用 所以这不闪 很关键 不要小看这任何一点 果然 我没有提 就这一刀果然是去砍下了黄中魏严 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我把他副将断了 因为我觉得黄盖也就这样了 反正进敖战了 对不对 副将万一是周态 一会更麻烦 所以这里断副将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大家能不能看到断了什么 可能不能 那个不像那个川芯能直接看 可能那个量才知道 那无所谓了 一会就知道了 结果这菜逼队友 你又不出牌 你挂个刀干什么 留着啊 留守牌啊 让他们再打一下 一会射收了 一会就也许就差这一张牌 真的是服了 这杀了黄中一刀 很关键啊 这黄盖 帮帮杀黄中一刀 但这回合 他不会苦肉了 估计还会继续杀黄中 他可能觉得自己闪躲 无所屌位 这个袁绍刚才挂那个刀 那一手 就 还好啊 还好他射了两个黑桃 那没有影响 但是终归还是会有影响的 箭如雨下 快哉快哉啊 就是还是 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要不然没有那个刀的话 可以去对吧 可以去拿那个刀去射 然后留决斗 最终还是没打死 就不是很危险吗 是不是 搞得非常的郁闷 就是真的 本来给你铺好路了 让你去射 对不对 为你现身 黄盖果然是两个闪 觉得无所谓 让他打死黄中 他好渔翁得利 正好赢 但正好也没射死 然后黄中就不开心了 黄中跑去 就去干这个黄盖 对黄盖非常的不满 跑去干黄盖去了 当然如果黄中理智的话 他可能会去吸血 但是吸血 他可能觉得吸血黄盖 又很苦 又能偷鸡啊 反正就是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好了 袁绍 这回合你能不能搞定了 给你穿到 几乎那边有个珠莲 有刀 他还是选择杀黄中卫延 对 黄中卫延能吸血 甭管怎么样 黄盖厉害 但是他不能吸血 对吧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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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输啊 结果黄盖还藏着 藏习惯了 发什么表情 就看看他死了是什么吧 叫你不出来 别逼逼了 杀一刀 真的是周泰啊 这局呢 第一呢 没救张角 第二呢 你就是要准确的判断出 你到底在为谁扛刀 从而把炮火引向了鼠 第三呢 对吧 把这个隐藏的周菜给他断了 从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